有練過的跌落汗怎麼跌 消防隊員說讓哥示範給你看 伏地挺身的姿勢預備 隊員們一個接著一個往上跌 五個人大氣不肯一聲 就能撐出隻字形的跌落汗 最辛苦的地基得撐出四個人 相當於280公斤的重量 實在不簡單 腳踝是最容易受傷的 因為它一直在往下壓 不管是我的肩膀 還是我的腳踝 在最下面都是承受 很大很大的一個重力 另類的人肉疊疊了可不是在玩 隊員們說這般考驗肌耐力平衡感 彼此之間也要有相當的默契 把自己的重量交給隊友才能成功 最重要的工作是 我們上面要平衡得很好 尤其要穩定 如果我們穩不穩的話 下面人會更不穩 平常就是要配合一下默契的 五人跌高的工程實在不小 照片PO網後還有網友酷色笑說 由上到下最下面的應該是菜鳥吧 超MAN的極力訓練可別看隊員們做起來隨便疊都能成功 這種高難度動作還真的是哥有練過 小朋友們千萬不要亂學啊 介紹後官方配如加油報導